日華牧師指出,為什麼過去五年, 神要以鋪天蓋地的方式, 去證明整個人類歷史和全世界, 其實都是為了指出一個共同方向, 石安教會就是神的辛苦呢? 甚至,為什麼當日華牧師為我們打開奧秘的時候, 同時間,甚至創世以來的所有奧秘都會全部解開呢? 原來,2012榮耀盼望信息, 不單是解開關乎人類的一切隱藏奧秘, 或是歷代歷世以來, 君王和精英所隱藏的一切奧秘這麼簡單? 2012信息所解開的, 甚至是神一切創造, 以及神掌管全宇宙和全人類歷史的所有奧秘。 而是,原來世上一切奧秘, 全部都是為了指向一點, 2012信息正是這一切奧秘的答案。 2012信息, 是打開及解讀世上一切謎團和佈局的唯一一套信息。 所以, 我們會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神不單藉著共同信息, 只向石安教會, 就是神眼中終極的教會和終極的辛苦。 甚至, 從中近顯示出, 這奧2012信息, 同時也是全人類應該著眼和注目的焦點。 並且這套終極的信息, 並非指任何一篇獨立的2012信息, 而是指全套2012信息, 在神眼中, 都是最終極的解謎信息。 在人類歷史結束的時候, 是中望所歸, 解通神整個創造計劃的奧秘, 打開人類被創造和存在的真正意義和目的。 所以, 現在我們就會明白, 為何主耶穌在啟示錄, 向使徒約翰顯現的時候, 會指出自己的名字, 是創始成終Alethav。 因為, 2012信息的所有題目, 都是指向一個共同的奇異點, 是一套解開人類歷史, 由開始至終結一切謎題的終極信息, 也是結束人類歷史的唯一一套信息。 相比之下, 歷史上有分建造共同信息的人物, 順未看見他們所指向和所期待的出現之前, 就已經隨著歷史的紅樓, 一個個離開。 唯獨錫安教會, 能夠將這一切共同信息所指向的謎題全部解開, 不單毫無矛盾地集合起來, 成為一個互相印證, 甚至能夠將巨大的拼圖碎件, 完美無瑕地湊合起來, 成為一幅完整的大圖片, 解開神在世上的一切佈局。 而這一幅圖片的主角, 就是《辛苦》。 雖然, 錫安教會是人類歷史終極的解謎者, 同時也是這個終極謎題的主角, 但是, 一直以來, 我們也是被動地, 在神的帶領下成為神的Marker。 每當解開一個謎題之後, 也會被引導至另一個伏線, 解開另一個謎題。 而每一個謎題之間, 原來都並非獨立不相關的存在, 反而是橫橫相構, 構成一幅大圖片, 述說神的終極心意。 我們正在神這種帶領下, 一步步踏入神所設定的佈局裡面, 成為解謎者的同時, 也成為謎底所指向的主角。 而過往十年分享2012信息的歷程中, 我們都會發現, 神是一步一步帶領我們, 一面分享, 一面被印證, 使我們走到今天這個階段。 但整體來說, 我們也只是神的其中一伙棋子, 甚至, 整個人類歷史也是神的一伙棋子。 只是, 我們要在當中, 演繹神所安排的最終的劇情, 而這個最終的劇情, 就是我們事常提及的解話。 不但解答出石安教會的身份, 更是向西人揭示神創造生命的本質, 其實比任何人所想像, 甚至我們曾經想像過的, 還要偉大一百萬倍。 當我們回顧分享2012信息的整段歷程, 就會發現, 2012信息的整個過程, 以及整套信息所指向的, 沒有一點是我們可以輕視, 每一點我們都必須整傳接受。 因為, 這個是神向全人類所施語的最偉大恩典。 就如今篇《信息》於正式開始之前, 播放了精華短片, 埃及與獵護助指向石安教會的共同信息Part 5, 於結尾的時候, 曾經問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何神會刻意藉著入華牧師的出身地點碼頭角、 送王台、聖山及奧運會等歷史, 成為一個這麼高調的共同信息, 指向入華牧師, 就是建立末後日子為一屬靈聖殿的王者呢? 究竟, 為何神要一而再, 再而三地提善我們, 必須極為重視, 神賜與我們, 傳承給石安教會的王者為份呢? 因為, 在歷史裏面, 當神向祂的指紋, 甚至全世界人, 介紹祂自己, 以及祂的時代計劃的時候, 祂必定會尋找一個中間人, 讓祂代表神, 向世界介紹神, 以及解釋神的時代計劃。 因為, 神的偉大和時代計劃, 就如摩西五經, 對於以色列文來說, 這些啟示和資訊, 實在是太偉大, 太複雜, 一般人根本不可能明白和接受得到。 所以, 神不會親自與以色列人說話, 帶他們出埃及, 或是親自向他們頒布十戒和律法, 因為, 他們根本不會明白神的意思, 這樣做只是浪費神的時間。 因此, 神只會藉著摩西成為代表, 代神完成這些工作。 就如摩西成為神的代言人, 一直以來, 神都只會尋找一位認識神, 明白神旨意的人, 讓祂成為聖經所講的中保。 並且, 神也會刻意在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面前, 將極高的尊榮和高聲給予摩西, 讓埃及人和以色列人都知道, 摩西是神唯一挑選的壽高者和王者。 現在我們就明白, 當神向日和牧師啟示2012信息, 並且在解開千古以來, 所有不解之謎和奧秘的同事, 亦有意為之, 客義將引證日和牧師和石安教會身份的共同信息, 同樣放置其中。 然而, 為何2012信息, 除了打開神在歷史上, 一切最偉大的創造和最驚人的作為之外, 同時, 神也讓日和牧師和石安教會的身份, 成為謎底中最重要的部分呢? 例如拉線, 天上星秀, 萬物定理, 古文明建築, 歷史大事, 大城市規劃, 文化密碼等等, 都隱藏了指向日和牧師和石安教會真命天子的身份。 因為, 我們已經成為神於這個世代的代言人, 所以, 神也會用共同信息印證我們, 讓世人知道, 我們就是神所揀選的壽高者和王者。 神也極為高調, 赫爾藉著日和牧師的出生地碼頭角、 宋皇台、聖山及奧運會等歷史, 成為一個共同信息, 指向日和牧師, 就是建立幕後日子唯一熟靈聖殿的王者。 因為, 這是神所給予一個非常明顯的提示。 石安教會將會如歷史中, 被神親自挑選和恩哥的王者大為一樣, 神同樣會在全世界人面前, 高升及尊榮石安教會, 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石安教會就是神所恩高的王者, 而石安教會就是神所居住的熟靈聖殿。 就如歷史上的所羅門, 是神刻意設定由一位王者去建立救藥的聖殿。 為什麼神會選擇所羅門建造聖殿呢? 因為, 祂就是擁有神的智慧, 能解明神創造中一切奧秘的人。 所以, 祂能夠在神面前成為真正的王者。 同樣, 建造末後聖殿, 並以2012信息解明一切奧秘的日華牧師和石安教會, 亦都會在全世界人面前, 被神高升至王者的位分。 舊約聖經記載, 無論是摩西, 大衛或者所羅門, 都是當時代, 西上極為文明和顯赫的王者。 甚至, 建立聖殿的所羅門, 祂的智慧和國力更是揚名於世, 導致世上其他君王, 都一同來到向祂朝拜。 而世界結束的時候, 神亦會尋找祂的代言人, 成為神與世人之間的中寶。 祂會得著神一切的啟示, 詳細解開世上一切千古之謎, 打開神由創世至世界終結的一切奧秘和謎底。 神亦會製造大量極為龐大的共同信息, 印證他們的身份, 就如神於舊約中, 印證摩西、大衛和所羅門。 神亦會這樣印證新虎石安教會, 是神於末後世代唯一的代言人和唯一的壽高王者。 所以, 現在我們就會明白, 為何聖經會稱, 將是隱秘乃神的榮耀, 將是察清乃君王的榮耀。 經文中, 我們看見, 神以神來對比君王, 有以張是隱秘, 對比張是察清。 在歷史中, 我們每每每都會看見, 人會為自己推舉一個王, 在人而言, 會有很多不同類型和性格的王, 甚至, 球類運動出色的, 也會被人稱為球王。 歷史上, 雖然神曾經為人類選立多位先知, 然而, 神單單只為人類選立了兩位真正的王, 而且是由他親自選立。 在神眼中, 只有神的代言人, 就是那些能夠完全擦清神所隱秘的事, 這些人才是真正被神挑選和認可的王者。 一位是大衛, 被神稱為俠神心意的王, 另一位是主耶穌基督。 大衛和主耶穌基督, 能夠將神的聖情, 計劃和奧秘向西人揭示, 所以成為了神所挑選的王者。 但是, 到了現今這個末後, 神用大量史無前例的共同信息, 例如石宗劍和宋皇台, 印證入和牧師和石安教會, 就是神所挑選的真命天子, 是末後建造屬靈聖殿的王者。 然而, 石安教會是什麼類型的王者呢? 可以說是, 歷史上最合神心意的王者。 因為, 大衛和主耶穌基督, 雖然他們同樣是合神心意, 但是, 他們都只是神時代計劃開始ALEF的王者。 而他們所預示, 所認證和所塑造的, 卻是指向末後日子TAF的終極王者。 石安教會的2012信息, 就是將有歷史以來, 神所有隱備的事全部擦清。 但是, 當我們越挖越深的時候, 就越是發現, 神刻意隱備的事情, 原來全部都隱藏了石安教會的身份。 印證石安教會就是神所挑選幕後最終極的王者。 所以, 假如你有幸被神帶領, 來到這裡參與石安教會, 這樣, 你要知道, 其實, 你已經被神挑選, 成為登上王者為份的候選人。 如果你珍惜神的挑選, 竭力地用盡人生的每一天去愛神, 竭力地去認識神的智慧和啟示, 即2012信息, 並且, 竭力地參與石安教會, 一同完成神的時代計劃。 這樣, 你就能夠成為神的王者和身父, 被神所珍愛。 並且, 在末後大復興的時候, 會被神高升, 超過一切, 成為末後真正的終極王者。 正如針言言虎篇所形容的一樣, 是超過一切。 所以, 我們由現在開始, 可以一起去期待, 神將會在世人面前, 揭示石安教會王者的為份。 街時, 全世界的君王和元首, 就會如古時一樣, 南方女王去以色列尋找所羅門, 向她朝聖一樣, 全世界也會同樣尋找石安, 向石安朝聖。 展秤 崖